因為我進來後 我覺得這個單位很寶藏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門口 這個廳 基本上三間房地都已經看光了 是 全家的佈局已經被人看光了 因為這個空間是方正 這個空間是牆 我們肯定是留方 不要留牆 牆是不用的 其實我設計這個單位 我在想 我每天都起床 刷牙看著光景 洗手間方便我又看著光景 下午茶沒有工作 坐在陽台上又是看著整個景 所以我覺得這個單位 這個樓盤是真的很補妝 我意想不到 我拿到圖紙的時候 是想不到它的景色是這麼好 還有它的位置是可以這麼實用 灣區生活知道多一點 Mango告訴你 三年的時間過去了 這三年過去之後 終於等到了通關的一個時間 通關的時候 其實很多個朋友 是要回來內地探身 回來內地看樓 回來內地去吃東西玩 這個時候 很多朋友就開始想 我順便看一看 樓盤的情況 可能三年前的你 並沒有這個想法 在內地置業 但經過這三年的時間 你就想在內地 有一個在於自己的地方 回來度假也好 回來退休也好 因為這裡的性價比 實在是高 我們頻道採訪了很多 在這段時間 回到內地生活的朋友 無論是對於這邊的醫療 甚至乎小朋友的教育 在這個位置 他的一個配套 以及他生活買送成本 各方面 又新鮮又好 這些這麼高性價比的地方 絕對值得你回來 先看一看 考慮一下 我們會根據你的需求 制定一條合適的路線 帶你一起回來 領略我們大灣區裏面 各個城市 不同樓盤 一個生活的情況 約定你 馬上報名吧 灣區生活 知道多些 Mambo告訴你 今次又和Mambo來到 另外一個 我們在毛希 要改造的一個戶型 這個戶型 其實我們也有業主買了 就是香檳水岸這邊 一直這個戶型 其實我覺得很棒 就是目前城區 很少有一個戶型 可以前後都看到 江 是很舒服 而且這邊是毛皮膠袱 所以在裝修上 可能買了這個戶型的業主 我們也希望通過這段影片 給了一些裝修上的建議 設計上的建議 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那我們一起聽Mambo 跟我們介紹一下 首先進來 我們看到是一個 很標準的一個入戶式鞋櫃 這個位置就不需要改的 也不需要太過浪費 這裏就做一個鞋櫃就可以了 然後裏面呢 裏面呢 可以打得的 我覺得這邊比較好的 就是這個位置 可以打 所以實用面積超高 超高 因為我進來之後 我覺得這個單位很保障 因為很多東西 我當時我先看片面圖 我覺得很方正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需要怎麼改 因為已經規劃好了 但是我過到來現場之後 我發現這個地方真的很好玩 就是你不要看這個單位很小 很多時候要做塔塔米或者做什麼 這個位置如果打了之後 是直接不用做塔塔米的了 簡直可以放一個床頭櫃 一張床 再加一個衣櫃 即是一個很標準的 房間的設計 很標準就不需要做塔塔米的了 很舒服 已經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 或者客房 所以一進來這個房間 因為總共有三房 這個房間就不需要怎麼改動 那去到廳 我覺得它的廳是在103房的這個戶型來講 其實整個廳是很闊落很舒服的 是 那我們先說回我們的客廳區域 客廳區域 首先我們建議 我個人建議客戶是封了陽台的 因為九成都封了 是的 因為封了陽台的空間感會比較大 還有它最正的地方 最正的地方就是這個景 這個景頭真是無敵 可以看到西區 沙溪 甚至是我們東區的方向 全部都是一望無際的 即是很開揚 很開揚 怎樣令到這個東西 融立我們的廳裡 就是要想的事情 我們設計這個單位的時候 考慮到這個光景這個回應 我們就在這裡想做一個地台 建議各位客戶可以考慮在這裡做一個地台 為什麼做一個地台呢 因為本身裡面那個廳的 擺一張長沙發呢 基本就擺不到第二張單人的沙發 很多傳統的做法就是在這個位置擺一張單人的沙發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我經常都說 那些人現在裝風管機 因為計過條數 比以前那些貴機可以省0.5個方 那即是都欺負五、六千元 現在擺一張單位都是 但是如果我們擺一套沙發在這裡 就變成我們前後這個轉角位 是全部用不上的 是浪費了 而且是一個清潔的死位 就是有些沙發連掃地機器人都進不來 是 那就變成浪費了差不多兩個方 是浪費了三個東西 是 所以我們建議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塔塔米的地台 那另外呢 我們這裡可以做一個軟體的一個沙發 是 增加了一個設計感 亦都可以增加一個 看電視的一個 是 即解決了少一個單椅的沙發的位置 但是又升高了這邊的地台 是的 它有一個好處為什麼要升高呢 我就真的覺得這個景 我整天發蒙都 就是我做這個單位發蒙都跟我老婆說 哇這個景很正 就是 下午的時候 有少少一個太陽 曬過來 那麼在這裡一個五丘 就躺在這裡很舒服的 因為它是一個地板是比較親膚的 摸起來不怕冰爛爛 它又不怕太過硬 可以躺在這裡 可以曬一曬太陽 看看周圍的環境 就是這樣你才會和這個景觀更高度融合 是的 而且又解決了衛生死角的問題 是的 因為整個地台升高了 好像聽到有一個榻榻米 設計感肯定會合適很多 是的 合適很多 那麼這個位置就可以做一個少少的矮櫃 可以放少少的陸籍 或者是一個書在這裡 那麼我們就可以一邊看書 一邊喝一杯咖啡 陽光舊 是的 這樣就很舒服的 那麼晚上也可以和三五知己在這裡摸一下 酒杯底可以聊一下 或者在這裡看看這個光景 也是很舒服的一件事 是的 因為考慮到其實很多業主 或者是買這個樓盤的 可能是身分夫婦 或者是一些退休的一個人士 要這麼多房大 我要有設計感 是的 他就可以以後的小朋友 或者一些外孫 或者一些孫回來 就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移動式的一個圍欄 那麼就看電視 煮飯 都可以看到的小朋友 可以很安全地在這裡玩 亦都可以在這裡睡午覺 是的 可以做一個圖書區域 好 那這個廳呢 這邊都是 因為這個位置 其實老實說不是很寬 嗯 這個位置不是很寬 所以就出現了 你剛才說的問題 就是擺不到單人梳化 是的 擺不到一加三 或者是一加一加三 一般就擺一個大的三人梳化 就已經滿了 嗯 那麼我們 來了現場之後呢 就發現了一個很好的一個規劃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規劃 就是將這棵牆打大概一米左右 將原先洗手間的位置打了去 為什麼打洗手間呢 因為它又送了一個 因為洗手間又可以往裡面再打 是的 它又送了一個窗台給我們 這個窗台是可以打的 是的 打了之後這個位置可以做一個淋浴區 那麼延伸到之前的馬桶位 就去到淋浴的位置 原先的馬桶位就變成洗手池 靜餘的位置就可以打了去 做一個電視機的背景場 做一個半透 或者玻璃的一個質感的一個背景場 另外我們主人房就可以延伸 這個房門去到這個位置了 哦 即這個門就移過來這裡 是的 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做 好處呢 就是一入屋 不怕被人看頭 不怕被人看完 這件事其實也很重要 是的 在風水方面也是比較理想的一個選擇 就是千萬不要被人一眼看完整間屋 是的 我們現在站在這個門口這個廳 基本上三間房你都已經看完了 是的 全間屋其實的佈局已經被人看完 是的 但是我們做一個轉角位呢 第一增加了整個空間隔 第二的話就是我們看起來 我們家屋好像還可以走 是的 即每一眼都看完整 是的 每一眼都看完整 是的 其實這個客廳也很大 是的 這邊的餐廳其實是夠大的 是的 可以在這裡做圓台好 中島台好 怎麼做 基本問題也不大 是的 包括這個位置如果想做電腦 開放CL也可以 想做天然氣風不由得 完全不影響 因為這個位置空間足夠大 你想做什麼類型的餐桌也可以 它的廚房這邊呢 可以怎樣規劃呢 我看到陽晚間 其實這邊是造台 一定是這樣 那這邊就是一個洗廚設的一個地方 這樣的 因為造台我們也是建議靠近排風口 所以基本的位置就不變 就是這個位置 但是這個廚房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算很大 是的 我們這個位置還是一對門 我們如果要用這對門 我們還要留一條通道出來 變成廚房一個洗手盆 之後就沒有什麼位置 所以我們建議這個廚房就封了這扇門 封一半 上面留作窗 那後面這個花槽這個陽台怎麼使用呢 我們晚一點可以在另外一間房間 對 另外一間房間 繼續拆解 是的 等封了之後會進去 那這邊就可以用了 就等於這個意思 我們可以做一個U 變成可以做一個U字形的柱櫃 大U形的柱櫃 是的 是的 那我們上面就做窗 是的 那或者我們看看旁邊的房間怎麼做 我們可以在這裡出去看看 那我們先從外面的角度去講這間房 正如我們剛才所說 後面這個位置 我們是封了 我現在是一部洗衣機 是的 一部洗衣機一部防衣機 封到這個位置 封了的 我們這邊這個位置是可以打的 那我們就全部打了去 做一個下沉式的陽台 那這邊也是封牆的 因為下面是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晚一點可以和你們去再看看 是的 那這裡做一個大型的一個玻璃 做一個落地的玻璃 是的 因為外面這個景觀都很漂亮 其實買得這個單位很多就是 我喜歡它前後的光景 是的 前後的光景 非常之無敵 是的 沒錯 那我們進房間看看房間又如何做 所以其實格局改變了 就是說廚房這邊就不從這裡出去陽台了 是 就從那間客房 房間出 那就可以提高整個廚房的一個 利用效率 是的 是的 OK 這間房間其實為什麼實用這麼高呢 這些位置全部都是 可以打的可以拆的 那這間房如果是做睡房是脆脆有餘的 只不過做睡房可能就有一個問題就是長期每天都有人出去洗衣 空衣 是的 但是如果這裡做一個多功能房如果退休人士來用是很棒的 例如可以做一個麻雀桌一邊打麻雀桌可以看到整個光景是很享受的一件事來的 我們可以在旁邊做一個收納櫃 收納櫃又可以做一張隱形床 隱形床都有兩種 有一種就是整張裝上去的 那種就舒適一點 因為那種可以放20公分厚的床墊 另外有一種就是摺疊推進去塔塔米那種軟墊薄一點 是的 那種就成本低一點 但是就睡一兩天就沒問題 長期睡就比較辛苦 反正這邊既要有一個互動的空間 可能是打麻雀 可能是打麻雀 可能是一群朋友在聽音樂 一個影音間 他又可以具備一定收納的功能 所以又用回這個美景 因為其實這邊做一個大的農地包裝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再有一條下沉色的樓梯 是 是很舒服的 是的 OK 那這間 因為他總共有三間房 剩下的就是主人房 是的 也是重要 很漂亮的賣點之一 他主人房的門口就會改了一個門洞 就不是這裏 是 就在這個位置進來 就改在這邊 是 就在這個位置進來 其實私物性更加好 對 都不怕被人看透 另外就是我們原先的一個通道 就可以造成一個衣櫃 是的 那這一邊就可以做一個L字形的一個衣物間 睡覺的地方就可以等一些衣櫃隔著 就不怕看著我洗手間睡覺 是的 空間是一定夠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飄槍 又是可以打 又是可以打 擺了兩個床頭櫃 因為白的床之後 這裏搏了那個飄槍 這個位置是可以放一張 大型竹尺寸的按摩椅 是的 那這個位置我建議業主可以留好插座 以後用什麼擴展都沒有問題 那後面有一條柱在這裡 就要鑽一下 這個位置就可以做一些書架 或者是做一些收納的一個用途 是的 那就可以收了它 那後面呢 因為這個空間是夠大的 那如果是有需要太太那張化妝桌 可以做一張組合式的化妝桌 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不介意很多人都要去到窗邊 其實窗邊去做化妝桌 如果是對正做 就有一個小問題 可能女士會比較清楚 化妝品香水是不可以 直射的 這個是我們直男不會 是的 因為我老婆很強調這件事 在裝修的時候 所以我考慮到我們的生活經驗 我們都會總結給客戶 就是這個位置可以放 夠放的 這個位置也夠放的 但是呢 我們這條通道 留一咪是沒有意義的 即是不用那麼闊 沒有意義的 因為你不會在這裏擺出按摩椅 但是你這個位置做一張40左右的深度的桌子呢 它是已經有六七十的空間可以走的 那其實是可以真正用回這條通道的 反而這個位置呢 你做了之後呢 你以後動不了 我就經常都是覺得 呃 而前瞻性一點點就是盡量 留有固定 是的 可以以後你再發揮 是的 因為這個空間是方正 這個空間是長 我們肯定就是留坊 不要留長 OK 長是不實用的 是的 所以設計師的角度來講 又有個小提示給大家 是的 留坊就不留長 是的 好 那這邊呢 其實收納都很夠 如果這樣來繞一個 是的 已經夠了 做足了 洗手間又縮了進去 洗手間呢 這個位置很棒 這個洗手間 這棵場可以推出去 剛才我們看到下面是一個下層的 我們可以在下層的地方做一個浴缸 然後可以看著夜景去浸溫泉 是的 很漂亮 而且我們這個下層的位置有個好處就是 不需要像我們傳統的浴缸 要攬上去 老人家其實不方便 孕婦也不方便 所以下層式整個步梯下去是最舒服 可以坐在步梯上浸溫 是最舒服的了 會有一點木邊際泳池的感覺 是的 是的 這個位置呢 我們就做壁鵪 還有那個浸溫 那馬桶的位置可以放在這個位置 為什麼放在這個位置呢 因為可以 都是可以看一條光 是的 那就舒舒服 我在 這個位置我們就放一張洗手台 一個擦眼所洗的位置 其實呢 我設計這個單位 我在想 我每天起床 擦眼看著那個光景 去洗手間方便我看著那個光景 就真的很舒服 是的 吃完飯回來 跟朋友 可能打麻將 或者看電影 也是看著那個光景 下午茶 沒有東西做 坐在陽台上 也是看著整個景 所以我覺得這個單位 這個樓盤 是真的很保障 我意想不到 在做後 我拿到圖紙的時候 我想不到它的景 是這麼好 而且它的位置 是可以這麼實用的 是的 所以其實這種類型的單位 真的比較少見 剛才我聽你這麼說 然後我的感受就是 基本上 你在這間屋的每一個生活的空間 或者你這麼說 基本上都跟這個光景有關係 然後再根據主人的一些要求 設置 包括你提議的一些榻榻米 包括一個大的陸地窗 以及下層式的浴缸 浴缸 以及下層式的外面的浴缸 浴缸 還有令到整個U型的廚房 更加好用 希望這些建議 可以讓買了這個單位的業主 多個參考 是的 多個參考 我們都是在完全自用的角度 去給一些建議 可能如果是回來的人口 更多一點 又不是這樣設計 是的 我們可能會考慮中間這間房的人的事情 因為長期經過這間房 去浪衫洗衣 對住在這間房的人 都不是一件 非常愉快的事情 是的 所以就因應不同的需求 但是景觀 這個樓館現在 高樓層才可以看到前後 雙江景 老實說 高樓層樓會貴很多 低樓層13000多 14000多 高樓層可能達到18000多 14000多 這樣的情況 低樓層就是前面的光景 高樓層可以前後看得到 這個單位還在那裡在售中 貨量不多 因為可以看到前後光景 這個單位 可以聯繫我們 我亦都會給一些建議力 這個會員根據你的需求 可以怎樣去改 是的 希望這條影片可以幫到 我們買了這個單位的業主 需要買這個單位的 也可以聯繫我們 在視頻下方 留下你的一個想了解 諮詢的內容 我們的同事會和你聯繫 很感謝Mambo 今期將設計的想法 大家分享 我們下期再和大家分享 更多設計的想法 希望可以幫到你 下期再見 拜拜 Mango告訴你 榮兒工作室 推出一系列和房屋有關的服務 我們可以幫你在大灣區裡 找到你心儀的樓 第二個 如果你買了樓的話 可以在這邊 幫你去做裝修的工作 目前我們已經有很多的案例 幫香港業主 人在香港 房屋在這邊 已經很開心 很順利的裝修完了 第三個部分 我們可以有收樓驗樓服務 收樓驗樓服務 我們會一條路跟你跟得足 第四個部分 就是我們這邊還可以有出租服務 如果你有屋想租出去 或者你想回來這邊 先租住屋再看定些 再去買樓 或者陪小朋友讀書 我們都幫很多的業主 這邊找到屋 租完之後再去看樓 慢慢看 看對了 再來買都可以的 最後想和大家說一下 多謝大家一直的支持和關注 如果你看到這個部分 還沒有關注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希望你點一下 右下方這裡 關注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分享出去 給你身邊想要回來 大灣區生活的朋友 多謝大家